我們在最新的排名裡面呢 我們在這次裡面是他們是個第六 這個相當不錯 我們在看那個第一個第二個 是李雪瑞跟王世賢 他們在簽表的各式上下部分 也都脫穎而出 李雪瑞昨天是打敗了姚雪 也是魅戰 擊敗姚雪 姚雪呢 算是23歲 那麼世界排名最高也到45位左右而已 所以實際上有點差距 所以打起來是蠻輕鬆的 昨天李雪瑞打敗姚雪是21比17 21比8 輕輕鬆鬆就破關了 那昨天的王世賢 其實打敗這個韓國的黑炎豬啊 也是蠻輕鬆的 從數字上面來講蠻輕鬆的 21比9 21比16 也是輕輕鬆鬆就破關了 可是昨天如果有看比賽的東西 沒有可以發現 進行事前呢 也許昨天體能不太好 所以打到第二局的時候呢 整個體能是大幅的下滑 有點 後期無力的感覺 所以他的體能呢 可能是他的很大的一個問題 他也曾經在2011年的這個年初的時候呢 曾經達到過世界的第一 世界排名第一 所以相當不簡單 不簡單 那麼他在世界羽球錶標賽 在巴黎進行2011年 達到的第三名 不過很可惜 並沒有在奧運裡面有成績 當然 大陸的跑手太多了 實在是 沒有辦法 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去打這個奧運 所以 如果能夠在大陸 打全運會打內戰啊 打起來的人呢 可能 這個難度 比在打國際賽還要更高 這個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李雪瑞 那當然大陸現在還有一個王怡涵 王怡涵也是目前呢 世界排名前三個高手 那麼在今年 超早的韓國羽球超級賽啊 第一個超級賽呢 他就拿到了一個冠軍 所以 這個他主要對手就是李雪瑞 王世賢啊 這幾個人 這大概就是將來啊 最重要的 這個世界就是 欲球的最厲害的選手 大概就是這幾位 剛剛看到的李雪瑞跟 目前王世賢啊 當然 都是高手 大家可以好好看一下 那 那麼 王世賢在韓國羽球超級賽是打到了前四名 那麼在去年底的世界圓球裡 系列賽 會打到一個比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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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目前 開始呢 兩個人打得是滿激烈的 3比2 那昨天看得到 王世賢的進攻其實還不錯 他在前後左右調動的能力是非常強的 也打的這個 培訓主要是完全沒有招架的餘地 那麼現在面對這個世界排名第一的李雪瑞 是不是也能夠發揮昨天的準確度 當然 他的自己後半段的體能要非常地注意 所以我之前說像說是因為有點胖 為了減肥才來打 好久 現在看起來像這樣 5寸 只有168公分 60公斤 長得很精致 很漂亮 那麼李雪瑞呢 有174公分 比較高一些 只有22歲啊 哇 22歲 1991年 一月出生的 八年級生 已經是世界第一了 所以羽球也是一個英雄初少年 1997年就23歲 至少是79年歲 如果以民國來算 比較是1990年 遇到了八年級生 那另外一位高手 王一涵呢 則是26歲 1988年 稍微年長一點點 那麼以最新的世界排名來講 應該是王一涵是 排在世界第2 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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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釣到了 第四 然後釣了兩位 他在 1月9號這個星期呢 他還排在世界第二 所以他就覺得 大會子要確實是最新的 目前排名釣到了世界第四 大家應該蠻好奇 排名 是第三的 是泰國的 在追一封 現在兩個人只有 真的差距 對於中國的女子刀手來講 這種網行小說是 第一練 這些練的機會要出神入獲 他們勝負往往也就在 這個網行小說的 手感上面 就像 裡面這個挑刀啊 過往前吹 這個手感 非常輕微 不是有力量就行 所以我們在浴球 其實我看到這個 非常壯碩 太壯了 力量太強了 也不見得是很有用的 嘿 7-4 7-4 8-2 3-4 8-4 H-3 8-3 4-3 8-4 打鼻屋 好 好 六 八 Service Over 9-6 Service Over 7-9 Service Over 3 後已經追到 9比7 只差兩分 打對角 投下球 所以這個角度真的很難看得出來 到底球員會投過去 現在這個球掛網 好,現在追到了9比8 好,直接 直線的下坡 在我們之前已經是移動中心之後的 立學位直接往走一個直線 先打高 再攪線 再調高 也許先調高 再撒球 立學位 好,對角線 好,對角線 好,ева 好,雷 是 有 三 數 四 二 十 四 四 四 十一比九 出界 你學會再聽一音 十二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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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度出界 十三比九 我之前是在2010年左右 打得是相當不錯 跟2011年的時候 那時候是排名世界第一 也曾經擊敗了隊友的王一涵 不到2011年的年底 這個狀況就出現一些下滑的現象 因此也沒有辦法去打這個奧運 我們到了去年 年中才再度呢 有機會來打國際賽 雖然說才在一二年呢 還是有打一些 這個超級賽 但是 真正最重要的還是奧運會 我目前看起來 李雪瑞確實 要比黃世嫌來得好 那李雪瑞確實是 現在最巔峰的選手 而且他才 這個非常年才二十二歲 所以他還有很多的時間 那麽 對於一球選手來講 可是打到大概 二十八歲左右 大概就是應該到底了 三十八歲 以外 於二十八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還有一個反手派 相當精準 李雪瑞 看來這局李雪瑞是佔得蠻大的一個上風 那李雪瑞身影了高峰啊 還是在 倫敦奧運當中 擊敗了王一涵 拿下了世界 所有這個羽毛球選手 夢寐以求的奧運金牌 哇 又稍微力道大了一點 李雪瑞真的判斷能力太強了 李雪瑞的特點是他的心理素質啊 非常的冷靜 而且當然他打起來是蠻像男生的 他的進攻能力很強 而且快門之間啊變化很大 這個大家剛剛也看到 就很有男子的風格 一個男子選手在女子的賽場上打 確實是威力很大 當然王之前的往前小球是放得非常好 但是面對李雪瑞的強攻啊 似乎 沒有那麼多的力量去放出一些 可以可以調動到 李雪瑞的一個往前小球 還是只能把球挑告 不過這個是李雪瑞自己的失誤 18比10 有六分的差距 六分的差距 好 李雪瑞是在2004年啊 才加入到重慶地區的 玉球代表隊 等於是大概12歲就在參加這個專業級的羽球訓練 我當時也拿到這個全國少年冠軍 所以他可以從12歲 大概14歲15歲啊 就已經打到國家二隊了 所以 很受重視 而且可以說是發急得相當早 好 18比14 14 18 14 190 18 190 190 190 哇,又扣奥 19比14 和聽牌了 哇,再度出界啊 玻璃學瑞的判斷能力實在太強了 這種不接的球目前看到是百分之百的正確 這個斜線殺球 最後一分,20比15 不過已經是game point 早前這個王世賢是李學瑞 在國家隊裡面的前輩 雖然是大一歲啊,可是比他出道的早 早點上到國家一隊 可是在 王世賢在2011年年底 到了2012年之間 有點曾經下滑的過程當中啊 這就是李學瑞 快端起來的事件 他在2012年啊 開始是 連拿了四個重要的冠軍 包含這個德國大獎賽 英國的Premier 亞洲宇宇球錦標賽 跟印度超級賽 連續三次場勝利啊 連勝 非常的可怕 所以 也有機會 好第二局開始打 比平 再多出界 整天 往事前 在這種跳高 到後場這個球 雖然說差距不大 但是已經被了李雪瑞抓了至少三次以上 往前的斜吊球 可以看得到李雪瑞確實力量很強 他雖然說已經是 換線 但是換線也是 角度非常驚人 3比1 李雪瑞在第二局也取得了領先 那麼當然李雪瑞在生涯當中拿到世界冠軍 其實不多 比較起來 可是他第一個最重要的冠軍 就是奧林匹克 這真的是運氣非常好 並不是說他沒有實力 他實力很好 只是說 他能夠把這個高峰期啊 剛好在奧運會之前 開始拉上來 這真的是 運動員啊 最希望的一件事情 有的人 可能生涯都非常厲害 就像李宗偉 馬來西亞男子丹高手李宗偉 這個被認為肯定是男子丹打的第一高手 可是他的奧運呢 永遠都是蘇林丹 已經兩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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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bot 真的是很有一套 好 兩個人在後線對抽 有點網球對抽的感覺 不是難決 最後 還是由這個 孔士謙拿下這一分 終於讓王先生猜到一次 抓到一次 空氣出劍 5比5 孔士謙有沒有機會拿下一局呢 連續兩次想要做一個對線的殺球 上角押 風 4分 2分 7-5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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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好球 最近领先三分了 在第二局看起来 很有进展 好,一个直线杀球 很有威力 哇,跳得太美了 又追上来了 许多线杀球 只差一分 许多线杀球 哇 界外 这个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这儿并没有提出挑战 哇哇 连掉两分 也觉得已经追平了 哇 这下的直播好妙的 出界 十笔九 这下的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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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尽量都打后奖 变速之后 反而让黄世贤给抓到机会 好久 好 黎许锐 手心 黎许锐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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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10比10 10比10 好吃 임 一点 别打开 出门 我 感觉 眼睛 两个 颜有 11-0 Jerry 连续两次的高压杀球 居然还救起来 连杀两次都被救起来 糟糕 后场 再救一次 哇 连续四次的杀球啊 还是让Jerry给拿到分数 王世贤救得非常好 但是完全处于被动 也撑不了太久 Jerry开始加强他的进攻节奏 这实在是无得救了 差距速度来到了213公里 已经是后来局上超前了 超前两分 是3比11 王世贤会不会再度出现他体力不弃的一个现象 这种等级的比赛 跟我们平常在圆山清晨打的那种是不一样的 这种是非常累的 所以看到大家的汗如雨下 再度抓到一个出界 力学判断这种球是真的是非常精准 好 手臂失忆 哇 看起来 似乎大事已去啊 过 先追一分 出比赛 我叫你 十七十十 一边は三面 往前小球 调高 好球 差点要去追这个球 还好再追一分 谢谢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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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已经出界 看起来似乎已经是 很难追上来了 17比13 直线下球 18比13 力量确实比起往事前来得更强 这间杀球超威猛的 真的是有男子选手的这样一个感觉 215公里 18比13 好,好球 回进一个直线 就往中间走 回进一个直线 20分钟 好久了 這次做了一個往前分線 看起來 李雪瑞 也是有點 不是那麼 打得那麼從容了 體能上也是 感覺上已經受點 受點影響 搶了個快拍 直接往前啊 回壓 就覺得有點掉兩分 目前還領先兩分 好 出界了 1916 看一下 這應該是出界沒有錯 不過當然他看的角度 跟我們看的角度是不一樣的 找到一個區域 找到一個區域 沒錯 很難判斷 但是 李雪瑞已經來到19 這球太急躁了 那麼已經是Match Point 賽末點 Match Point 17 Match Point 17 哇 直接出界 所以讓李雪瑞 最後是直落二 擊敗了前輩隊友 只差一歲的王世賢 拿下了這次馬來西亞 超級賽的冠軍 李雪瑞拿到了銀牌 李雪瑞 對不起 是王世賢拿到了銀牌 李雪瑞確實 在整個力量上 那麼 在細節上 還有對空間的掌握 距離掌握 都優於王世賢 所以這樣比賽 贏的是毫不小心 對對方 求得來的 這個距離的判斷 幾乎是百分之百正確 最後拿下了 最後拿下了